哈喽大家好 我是甘不太妙的大白 上期 小托和威尔梅对战了龙骑士学长雷克斯 二年级为了选出年纪代表 小托和青梅欲本相争 上演赤裸少女大展三头犬 纯情少年被女恶魔榨干 数百年前的恶魔再次被召唤 没想到居然是个瑟瑟的大姐姐 威尔梅被封印了那么久 这还是第一次看见可力病 小托自然是会给自家屎膜买 他感觉自己并不了解威尔梅 正准备说点什么聊一会儿 这时四周的学生骚动起来 数只体型巨大的飞龙路过上空 有人说飞龙上的少女 是龙骑兵团的克里斯 威尔梅疑惑 这不是那同好会吗 小托赶紧阻止他 这话可不幸说 于是俩人分吃了可力病 班级训练的时候 马克思一听他们看见了克里斯 兴奋的开始科普知识 他不仅是龙骑兵团的创始人 成绩也好 连王国的空军都邀请了他 不但如此 克里斯还是全校仅有的 七位上级魔导师之一 并且还是学生会的执行委员 威尔梅好奇对方有这么厉害吗 小托连连点头 没想到真的有学生 能在校区取得这样的成绩 莉莉亚告诉威尔梅 目前全校一共七名上级魔导师 都是学生的各委员会 以及团体代表 就连老师都没有指挥他们的权利 而且学生会 是距离特级魔导师最近的位置 小托可羡慕了 但他话还没说完 就遭到威尔梅的洗面来 莉莉亚赶紧把人推开 光天化日成何体统 她仍然怀疑对方的来历 毕竟人类始魔闻所未闻 平和采人表示狠干 莉莉亚见过威尔梅一招秒杀三头犬 觉得她至少是上级魔导师 便决定揪出她的小尾巴 女仆感慨 没想到莉莉亚会这么喜欢威尔梅 莉莉亚占红了脸 说自己才没有 她和小托只是一段孽缘而已 夏洛尔却告诉她 要是喜欢小托就趁早出手 不然随着时间的推移 恐怕这份孽缘就要斩不断了 这时莉莉亚才发现 威尔梅居然不在更衣室 隔壁男更衣室 却因为威尔梅的出现乱成一片 威尔梅上次在走廊换衣服 引起骚动 这次学乖了 但是却来了男更衣室 莉莉亚得知 她看了小托的身体后大惊 你怎么做这么让人羡慕 丧心病狂的事情 小托换衣服有什么好看 要是给她看 她直接冲爆 啊不是 她才不会看 莉莉亚让威尔梅赶紧回去待着 小托叹气 让两人别闹了 风头太大会被学生会盯上 到时候麻烦就大了 不就是七名上级魔导师 威尔梅不以为然 来就来呗 大不了打上一架 正好把人轰飞了 小托就能容生成上级魔法师 这时学生会的成员从远处走过来 众人纷纷让开位置 呀白毛姐姐 这时小托拽着威尔梅避开几人 威尔梅的视线 和龙骑兵团的克里斯对上 克里斯诧异 这女人究竟什么意思 小托没有注意威尔梅 回家眉眉洗了个澡 结果威尔梅趁机挤了进来 小托一惊 被威尔梅逼到了墙角 一边坐坐表示 小托的身材不错呀 小托惊慌失措 连连表示自己被顶到了 不是 你们这好像也不是不行 威尔梅捏着小托的下巴暗示他 反正他是小托的始末 只要他想对他做什么 他都不会生气 并且完成他的愿望 可恶 小托你好大的福气 等一下导演 你别拉灯啊 另一边 克里斯将雷克斯暴打了一顿 因为他居然在决斗输给了低年纪 简直丢了他这个龙骑兵团团长的脸 小弟赶紧为雷克斯解释 不是决斗 就是普通打架 而且对方也带了个人类女性始末 克里斯一听 倒是对小托产生了兴趣 不过他还是看不起雷克斯 将其踹到在地 表示雷克斯太弱了 就算始末是恐龙 也不过是爬行动物 要是还想留在龙骑兵团内 就舔干净血上的血迹 然后老老实实 从最底层开始干 雷克斯催了一口 说小托说的没错 这种过家家一样的同好会 他宁愿直接离开 克里斯不悦 将他一脚踹出老远 小弟赶紧围上去扶他 克里斯则兴趣满满的盯上了小托 雷克斯被送进医院 小托等人前去探望他 小弟心虚的一开视线 雷克斯说自己 只是和人小打小闹无伤大雅 小托皱眉 这可不是什么小伤啊 这是小弟无能狂怒 责怪小托 就是因为他们的缘故 雷克斯才会被兵团清算 不是 这什么逻辑 得下 我没记错的话 不是你们先找茬的吗 雷克斯阻止小弟继续丢脸 问小托怎么看待恐龙 小托愣了一下 说恐龙还挺酷 雷克斯告诉小托 这不是他的错 但小托看在眼里 心中却有些不开心 三人离开医院后 莉莉亚发现小托情绪不对 他试图劝阻 却没能成功 没想到小托 居然对克里斯发起了决斗挑战 但克里斯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不过看小托没有恐惧后退 也明白 他能打败雷克斯也不意外了 不过 他还是打算让小托知道 违背高年级上级的下场 见习魔法师 跨机挑战上级魔法师 克里斯的始魔可是巨型飞龙 被召唤出来后 身躯遮天蔽日 小托立刻看向威尔梅 丢见威尔梅一把搂住他 随后就是一个火辣的热吻 等一下 你们这是在决斗台呢 这个还是回去再打吧 其他观众都看呆了 哦 咬紧打架 只有莉莉斯震怒 不过克里斯却看出来了 小托的魔力居然是金色的 医院内 小弟慌忙将两人干架的消息 传给了雷克斯 小托释放出兵魔法 却被克里斯的火焰击破 随后 巨大的火球直扑小托面门 维尔梅挡在他身前 恶魔体质杠杠的 虽然有些烫 但还没有受伤 克里斯说 自己还没用上权力 这不过是对小托的惩罚 说着火焰吞噬了小托和威尔梅 威尔梅一人立扛克里斯攻击 小托赶紧使用魔法 帮忙缓解压力 不过这点攻击 克里斯没放在眼里 克里斯吃惊的是 威尔梅居然能肉身 接住自己的伤害 他认为威尔梅 绝对不是普通的魔法士 此时 威尔梅叫住小托 两人一同使用了最强的魔法 克里斯无法避开大范围攻击 决斗台都被轰炸掉了一半 可克里斯并没有坠落 而是踩着飞龙上的半空 对着下方的俩人 开始扫射火焰 小托已经被逼到了角落 面对来势汹汹的克里斯 小托发出疑问 为什么要看不起别人 克里斯冷笑 问两人知道龙最可怕的是什么吗 不是身躯和尖锐的牙齿 而是翅膀的制空拳 只要他在空中就是无敌的 而没有翅膀的龙 无法拥有这一招 他看不起雷克斯有什么问题吗 威尔梅党在小托身前 让他蓄理魔法 准备给克里斯狠狠来一发攻击 小托点头 想起雷克斯对恐龙看法的样子 此时 谁身后的眼睛难觉得胜负一分 黄毛却说不一定 小托反驳克里斯 认为始末对主人来说独一无二 克里斯冷笑 让他先赢下自己再说 威尔梅点头 既然此人都这么说了 那不是一定要斗过你死我活了 于是两人蓄力 巨域大的兵灵 直冲半空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爆肝二号机大白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